国民健康署自民国84年起 补助30岁以上妇女 每年一次子宫经抹片检查 以使子宫颈癌发生率和死亡率 皆降低7成 每年约200万人接受服务 发现约12000名癌前病变个案 及1200名子宫颈癌个案 经治疗可以阻断疾病进展 因此提醒符合筛检资格的妇女 接受筛检服务 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的疫情 相当的严峻 所以我们从这两年的疫情的统计上来讲 那么从109年跟108年 大概降了大概 再减个人数比例大概降了大概 比较少一点 109年比较少一点 还是这个110年跟108年比起来 大概降了两年 109年跟109年跟109年 所以代表说疫情的状况 我们这些医院的降降 民众不敢到医院去 所以让我们的筛检能够有一些下降 可是我想即便是不会 因为你要筛检 它就不存在 虽然COVID有那个健康的影响 但是癌症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依然存在着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五张的记者会 能够故意 我们这三个月以上的影响 符合我们公平来赛这个 能够利用在疫情的情况下做好的防疫的工作 还是要去做筛检的一个工作 如果筛检有一些阳性也不用紧张 因为还要必须要做确诊 所以也希望能够 你三天晚上如果要养成 更重要的还是要到医院机构里面去做 确保我们身体的健康 大部分子宫颈癌是经由性行为感染HPV所致 感染HPV后都会自行痊愈 但少部分有可能发生子宫颈癌前病变 甚至子宫颈癌 所以规律的抹片筛检才能早期发现 确实也在疫情期间病人的筛检量也会减少 那我想我们回去我想 我会在我们家庭医学会的网站 其他在鼓吹大家多多的做这个筛检 那我想其实在这个抹片检查 其实像刚刚组长所讲的 它是一个很简单不有效的抹片检查 相当的不用 那其实它检查前的注意事实量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说第一个你就带着你的健保卡 那是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穿一个宽鬆的 看看洋装然后的裙子多好 所以比较方便检查 那再来就是大概月经后 月经开始的第10天到20天时间 或者说你可以等月经结束后的3、4天之后 可以开始来检查 这样会比较准确 不会受精血的影响 那如果说我们的 因为因道理或其他原因的感染 那最好是治疗完成两周后 再来检查 在椰食间的检查 那最近因为疫情期间 我们发现重偶变着人民血在减少 那相对来讲 疫情在不久的未来 可能这个子宫颈癌的发生率又会增加 那子宫颈癌的治疗跟早期发现 对它的治疗有很大的方法 越晚发现其实它的预厚越长 那后期的发现 它可能比如说开刀又开很大的刀 那这个其实可能伤到反光的神经 伤到直肠的神经 它的三流瓶子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那有人甚至要做电影 或者甚至要做画脸 那这对身体的影响也都非常的大 那甚至导致死亡的发生 那有人想说那个子宫颈癌 那治疗那么痛苦我就不要治疗就好 如果有机会去安宁病房看看 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到末期的病人 它其实是走得非常的痛苦 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要提醒当下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疫情 那另外这边也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大家知道抹片的重要 可是都怕说如果去做了 万一一场远半会很紧张 那一般来说 如果你抹片收到结果是正常 那大概每三年大概至少也做一次就可以 那抹片属也非常好 它费力也足够的预算 让大家如果你很担心的 你想要每年做 他以后会支付 那如果抹片的收到的报告 它是告诉你 有异常 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找医生 那医生会告诉你说 再来要怎么办 那后面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常说到的某片上面的一场 有的他就会表现出一些 告诉你这个医生会显示出来 告诉说大家要进一步怎么处理 比如说你那个医生看到报告 上面写是一个 意义未明的一个远离细胞的一些病变 那再来的话就有两个选择 通常就是第一个密切中 因为通常这个阶段到癌症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叫做乳膚病毒检查 乳膚病毒检查如果是阴性 那么你大概在短期内有问题的结局变好小 就可以恢复到应验做一次都可以 另外来讲就是低度的癌症病变 如果倒有低度的癌症病变的话 当然可以进一步做应道镜来确认一下 有没有比较厉害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式也是可以用某片 三大六个月定期来做最终就可以 因为从这个阶段到病毒的癌症 也是夸到还要好几年的时间 另外如果是变为状态的一种 叫做高度的癌症病变 或者是意义未明的腺体细胞病变 因为这个结果问题比较达一点 或者它在子宫比较深部的地方 这个就需要做应道镜检查 有医药的时候做一下切片 来确定说你现在大概疾病的程度要怎样 最后一个大概就是已经变成所谓的癌症 那是不是最不好 如果到癌症的阶段大概就必须要直接做切片 那如果你是在癌症病变的阶段就发现 不是到最后一个是癌症的话 通常你的治愈都是百分之大 而且只要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几乎不必住院就可以完成 那如果到癌症以后就会相当的麻烦 所以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子宫性抹片的重要性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疫情期间不是告诉大家说尽量不要去医院 那怎么办呢 抹片我又不能做工作不能失去门诊就做 可是我们知道有些患者他的问题是失去门诊没办法解决的 有时候他就是必须要跑一趟医院 那如果既然已经跑了一趟医院 那你又是符合做抹片的这些同学的话 我们建议你既然来了就顺便坐一坐再回去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让这个抹片的止情率可以提高 来预防未来的这段不久后这个癌症发生不及 就不做抹片甚至从未做过抹片的妇女 都是罹患子宫颈癌的高危险群 针对45岁以上且6年以上为做子宫颈癌筛检的妇女 国监署今年在17家医院提供失败HPV检测服务 鼓励符合资格者接受检测 记者问讯台北报道